我们的队伍名称是各教各位做自己的安全守护者 以往小孩都要依赖大人的保护 可是自己也要学习自我保护的能力 尤其在校园里,我们都是各自活动 所以更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方法 一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提出自己感受的校园问题 后来针对保健室与校园安全两个主题引发争辩 一个是经常发生的小问题 一个是偶尔发生的大问题 后来我们用yes and的方式互换立场 最后决定这次我们将解决校园安全的问题 我们因为害怕学校的某些阴暗角落和厕所 每个人害怕的地点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们运用学校平面图 邀请同学们标示出自己害怕的校园角落 这就是我们制作的恐惧地图 接下来,我们拟定了问题访问的校长 总部主任、资深老师与警卫伯伯 了解目前学校校校园安全执行维护的情况与困难 学校虽然有装饰电子围离 但是有时也会因落叶和小动物误触造成困扰 也有些家长与来宾不愿意配戴证件 总部主任告诉我们 学校有哪些安全设备保护着我们 资深老师则告诉我们 过去学校发生的安全事件 以及他们对巡逻等安全工作的看法 接下来根据访问内容 我们想了很多天马行空的办法 但是很多需要资金和技术 不是小学生能做到的事 所以我们要认为要解决的不是校园安全的执行问题 而是降低学生满心理的恐惧 和提高自我保护的解决心与能力 我们再次运用学校平面图 设计了一个大地游戏学习单 让全校学生到校园 自处寻找安全设备 尤其是紧急按钮与监视器 我们得到校长的同意 在招会时上台宣导DFC活动 上台时因为大家都很紧张 因此没有照原计划进行 不过同学们仍然注意到这个活动 活动一开始 立刻获得大家的热恋参与 以下课同学们就冲出教室集张 走廊上大排长荣热闹滚滚 大家都在讨论还有哪里可盖章 听说还有人直接去找总务主任问答案 成功引起话题 活动结束后 我们共收到258张学习单 我们一起整理学习单和开奖 用电脑选号器选出得奖者 并录影存证 为了让大家更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们的奖品选了 学生安全警报器与安全绘本 校长也特地在招会上举行颁奖典礼 让大家再次了解我们的活动目的 除了学生之外 为了让师长与校外来宾也知道我们的感受与行动 我们制作了成果海报 上面还有QR Code 掌描后可以看到两段影片 一段是开奖影片 另一段是我们特地录制的陌生人应变宣导影片 这段影片我们也提供给各班老师 最后我们访问一些参与者的心得感想 大家不约而同表示 知道安全设备的确增加心理的安全感 我们也希望家长来宾看到穿堂的成果海报后 愿意备合学校的换政规定 一起维护校园安全